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不缺席 昨天香港警方的国安处 他大规模搜捕香港苹果日报的办公大楼 用两千多名警力闯入他们的办公大楼 甚至逮捕了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以及相关的媒体高层 甚至在昨天晚上 逮捕了香港众志的前成员周庭 以及国际战线 香港前全民思潮的成员李宗哲等三位青年 我们今天多个公民团体在这里 要要求告诉中国政府 我们绝对不会屈服 我们要告诉中国政府 绝对不能只打压我们的新闻自由 而台湾人一定会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我们会持续的发起网上连署 要求中国政府以及香港政府 急速尽速的释放这些以国安法逮捕的香港抗争者 以及也要尽速的释放 从反送中运动以来 被香港政权所打压的这些抗争者 希望我们民间 从民间到国会到政府 都可以做出更多的行动 也就是包括人道援助的法治化 包括保护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 来审订修改港支入台的规范 也期待台湾政府 可以真正更积极地 响应国际反制中国的连线 来为中国令它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的一姐 她是一个完全不像 有一些大公文汇报一样 说会离开香港的人 她亲口跟我说 她一定会守在香港 宁愿坐牢也要去坚持到底 否则她怎么对得起 苹果日报一传为这么多的员工 还有整个香港民主阵营 这么多年的努力呢 我听完之后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她可以走 她不走 当然当时她的那个证照 是被证件是被没收的 她每个礼拜要到警察局去报到 但是她不会偷渡 她不会像有一些左派的媒体 就是那些香港所讲的左派 是讲的那些共产党的媒体 她会走掉 不会 而苹果日报是香港唯一的一份 不是唯二 是唯一的一份主流的媒体 可以说仍然屹立不倒 是因为她有自己的厂房 她有自己的员工 她不需要租任何的东西 有自己的印刷机 正因为这个原因 苹果日报一直屹立不倒 今天苹果日报在香港的头版 是苹果一定会撑下去 今天的早上凌晨 多少的人排队在香港 去等苹果日报开售 很多网上的言论是说 即便苹果日报今天出一张白纸 她也会买 苹果日报的呼叫 声得乱七八糟 为什么 是因为香港的人心不死 所以香港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就是在香港 好好耕耘下去 走一个比较地下的隐秘的方式 继续抗争 与其说抗争是温存这种公益的心 在每一个人的心田里面 讲真话 不允许你讲真话的时候 宁愿不讲假话 不讲话 都不要作恶 第二条路就是走到 香港以外的地方 继续跟各地的人 在地的一起去 面对中国因素而奋斗 在上礼拜 美国对于中共跟港府 11个官员提出制裁 马上的你就看到 北京跟港府 透过像这样大动作的 攻击新闻自由的做法 来作为报复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这里面 一个行为的模式了 这个行为的模式是 当今天国际社会制裁 惩罚抵制中共 抵制北京的时候 今天北京就拿香港来泄愤 拿香港来报复 其实这段时间很多香港的朋友 让我们知道 他们过去可能 在他们遇到迫害的时候 他们会来寻求 台湾的声援跟帮助 寻求台湾的串联 可是这一连串的动作 在现行的国安法下 都是触犯的红线 都是触犯的地雷 所以他们很可能 因为基于各种安全上面的考量 他们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 这么积极的主动的来寻求台湾的协助 因为一部国安法摆在那个地方 不管你害怕或不害怕 这都已经有产生实质的 这个 产生实质的这个 特阻的效果 所以台湾的朋友 我们在这边 我们需要做的是 我们主动的要来帮香港想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规划什么事情 从社会 从政府 从国会 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事情 可以帮助到香港 帮助到香港 挣脱目前中共越来越枯紧的这个限制 甚至拿香港作为报复的出口 这个昨天啊 香港警务处 他的这个行动 因为涉及到这个 国安的犯罪事件 所以呢 他可以不用 逮捕令 不用搜索票 不用积押票 等等方式呢 就可以把这些 物证 人证 以及这个 所谓的犯罪嫌疑 带走 我们对台湾 这些行为呢 都需要检察官 申请法官 申请法院 同意 警察才能够进行 这样的一个侦查行为 这个是香港政府 自行颁布的行政命令 并没有经过 香港立法会的通过 所以呢 这个也严重违反了 这个 在一般民主国家的 法律法律的原则 也就是说对基本人权的 这个保护 或 以及对基本人权的 限制呢 他要有法律的依据 昨天 黎智英先生所牵涉的案件 是这个 港版国安法第29条 所谓的 勾结 国外 或境外 势力的 这个 案件 所谓的国外 那么 我们可以 都很清楚 他在 这个 这个 共产党 或香港政府 要指涉的 影射的 就是美国 而且特别指出来 看到一些相关媒体 指出来 就是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 以及其他 经中共 昨天宣布了制裁的 这些高官美国的先民间组织 这些基金会 在对香港的支持 在过去都是合法的行为 法律怎么可以 数据既往 然后就过去 这个 他们合法 就算是 接受 这些外国的 这些资助的话 那么 这些都是在过去香港 合法的行为 那怎么可以 今天呢 用这个 后法 来制裁当时合法的行为 这也严重违反 所谓 这些罪行法律主义 或者法律不速及 基本原则 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 联合国的 人权办公室 就已经呼吁 香港政府 在 在面对 黎智英先生 被抓捕的过程中 不可以违反 国际人权法 事实上 在国际人权法架构下 香港人民 到现在 其实都应该要 受到公民 与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完整的 这个保障 在这个 公正公约之前的 国安法 基本上 就必须退位 就必须退位 2012年我想大家 如果有心的话 其实香港的这个 新闻媒体就已经受到打压 包括这个 香港独立媒体的这个 办公室 遭到袭击 有许多的这个 香港的这个 记者 在报导的过程中 要么就是在跟 相关人士冲突中 竟然被控告这个 这个 普通的刑罪 或者是 在采访 一些跟中国有关的人权 议题 比如说地沟友事件的过程中 香港的这些 记者他们的摄影机 的记忆卡 甚至会被 国保人员没收 甚至删除记忆 其实这些 当时候 联合国就已经 呼吁香港的政府 必须要落实 人权公约 以及公正公约 第34号 一般信件 有关言论自由 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规范 国安法 接下来 恐怕会对 整个公民社会 言论自由的打压 几乎就是对 香港的这个 言论自由 敲下上中